是吃早餐听新闻 首先来看到这个最新的消息 这是有一个住在淡水的阿嬷 他帮一岁多的孙女在洗澡的时候 发现她的下体怎么会红肿 惊绝不对 赶紧的松衣 而且向警方报案 那么根据了警方最新的调查 发现原来是负责照顾女童的徐姓保姆 疑似呢跟一个整修屋顶的黄姓工人有过节 因此她想要嫁祸给这名黄姓工人猥亵女婴 那么至于女童的下体红肿 警方表示很有可能是保姆她自己殴打造成的 台北县淡水一名一岁多的女童 疑似遭到强制猥亵 阿嬷在帮她洗澡时 发现她下体红肿 赶紧送医治疗 警方随后展开调查 发现照顾女童的徐姓保姆 曾经带她到北新路上这间卡拉OK来唱歌 老板娘向警方透露 徐姓保姆曾表示 店里的一名修屋顶的工人 曾经有碰过女童 男的是常客是不是 不是那个男的是我们的工人 今天在楼上订那个屋顶 他一直来 没有啦 今天请他工作而已 警方锁定52岁的黄姓工人 不过经过征讯后 发现女童的保姆 疑似合工人有过节 强制猥亵的罪名 似乎更有嫁祸的嫌疑 警方甚至发现 女童下体的红肿 似乎也是保姆自己打的 而黄姓工人 由于当晚久策职高达1.0 因此她的说辞 都有待进一步的厘清 目前两人是各已伤害 及猥亵罪寒送 中文新闻综合报道